BeeBeeBee 歡迎收看 今天要玩的是惡靈情世 那惡靈情世呢 他如果被女巫毒 被預言家咽 然後晚上獵人死了 早上起來帶 都是帶不走的 然後那個惡靈情世 還會反傷女巫跟預言家 哇 反傷流耶 非常非常 陰險的角色 但是 然後狼隊的配置是狼王 惡靈情世小狼 那狼王在這個板子 可以自爆但是不能帶人走 他只有被別人票走的時候 可以帶人走 或者是被獵人射走的時候 可以帶人走 還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 異理類騎士 神三明三老 好 確認角色身份 天黑氣地 天亮氣震 作用其難言 請收發言順序 9號 開始發言 我又是第一個 沒關係 很怕 就是沒有辦法幫助大家 嗯 我不知道 因為我剛剛看就是 我自己覺得 以我自己的直覺 就是10號 有點怪 眼神有點怪 跟 7號 然後5號好像有一點點 可是我們剛剛沒有在後面 所以就是 反正我就覺得他 有一種害羞的眼神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我沒有說好或不好 但我就覺得有點怪怪的 好過 我覺得其實偏好耶 雖然他踩我 我不知道 因為他第一句話是說 我不知道能幫到大家什麼 就這句話有點像是一個好人的發言 想要真的幫人找他 所以雖然他踩我 但我覺得他偏好 當然沒有保 目前聽起來我覺得還可以 我第二個發言的 然後點到這個7 那我也關注一下這個7吧 因為他聽說9的直覺挺準的 我覺得7有可能 銘牌的話我覺得蘇生那個 像好人 蘇生其實蠻像好人的 反山流 對 反山流 反山流 然後 三三 然後我覺得09也挺像我名牌的 三六 我覺得 衣掛身份 這是我 然後 8又來一個未光流 他們是 好 我眼睛真的未光 每次當然眼睛就痛 我發現反凡的眼睛痛就是 然後 這個是一個數據庫 所以水包先丟18 178 178 然後 5是一個容錯吧 你們說不行 還是要踩你 現在因為你拿了牌之後 跟6有一個 欸 我來看你是什麼 我覺得好像有點 好像是故意要偽裝自己 所以我就 初步的話就先點一個178容錯5吧 過了 我非常相信那個 欣盈的直覺 他說 五七十很怪 我也相信你的直覺 但 你這次才好多人 因為我的感覺是那個 每一次我看大家看完牌的樣子 我都覺得我可能只能關注到一兩個人的 的 眼神 但是 我跟你有一個交集 就是我看五號的眼神好怪 但這只是直覺的猜測啦 然後我被10號踩了一下 沒 沒 沒關係 反正 我是好人 補品牌我覺得3 5 8 是我覺得怪 但是5是因為 就是他剛 就是他一看完牌 他就變得非常的兇 那個眼神很兇 所以我等一下主動聽5 然後3是他看完牌很嚴肅 但他因為他最近幾場都這樣 所以我等一下主動聽3 然後8是因為10號他講的那個 就是天亮的時候他是很前面 然後這樣很用力閉著眼鏡 然後很晚打開 所以我覺得8有一點在 讓我覺得他在做戲 但是我跟他有一個對眼 然後他有對我笑 但是我覺得8號那個真的 有點偏怪 然後再來就是發言 我覺得偏怪的是 我覺得9、10都偏好 然後10是因為他覺得9 最後講的那句話偏好 然後雖然9打了他 但是他卻覺得他偏好 所以我覺得10這一點蠻好 但他有講出一個邏輯 但是1 這一點就跟10號不一樣 因為10號他踩了1 但1卻說 雖然10號踩了我 但我覺得沒關係 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1你這點不太好 10踩了你 但是你沒有說為什麼 你覺得他是好沒關係呢 所以我覺得1不好 就發言的話 然後我著重聽3、5 還沒發言的 然後7的話 我覺得7還好 因為別人在踩他的時候 他還在那邊調他的麥克風 就是沒有到很緊張 所以我覺得7還好 我覺得9、10、1、2、5 硬要我找一個比較像狼的 可能是在那一號牌 但 因為我不太能看出他的反應 但是我覺得你還是偏好 我只是說你們前面4張牌的話 可能是你的發言是比較不好一點的 然後 因為2號其實也沒聽到1號 那個有牛仔的聲音 牛仔夫的聲音什麼的 所以不太能肯定 那因為1號講的話 其實 他就說他相信9號的直覺什麼的 那 確實9號的直覺好像還不錯 那 他說10、7、5 然後10是 可是10去保了這樣9 所以10的位子比9低嘛 但是10的發言 他噼啪啪的踩了一大堆人 他說 9偏好 6項好 3項好 然後又打了8 然後178水包容錯誤 如果他是一張狼牌 應該不太可能會 做這麼 打這麼多東西出來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然後2號聊的其實也還行 他就米牌358 然後90票 因為90確實是滿好的 所以2這張牌 我也目前覺得是好得滿 所以我覺得前置位 4張牌都還行 那1可能先打個問號吧 因為 還不太明白他的套路這樣子 過 哇 你們聊得也太好了吧 好 因為我也是 聊到2為止 我也覺得91 2 其實我的想法都跟23號 非常的一模一樣 因為首先起身 9號踩了10 10號卻沒有往回踩了9 他也覺得9這個反應偏好 所以在他們這樣對話的情況下 我覺得他們兩張牌好像都是好了 然後1 也很好 也很好啊 我也覺得 就是如果是像3講的 90 1 2裡面 真的要硬跳2的話 我可能也會跳1 但是因為2講的完全就是我想講的東西 而且他的 他那個條理很分明 就是沒有一點緊張的感覺在 然後非常非常的輕鬆 所以在2講完的時候 我就覺得2比較好 然後3你又這樣子 就是傳承那個意志下去 我就覺得 傳承那個意志 那有可能是一張倒勾呢 我先問號 我先問號 所以如果是90 1 2 3 硬跳1個 我可能 1 3裡面1個 那後面的話 我比較看到的跟2號唯一意見不同的是 因為2號的寶七嘛 說七孩的調麥克風怎麼很輕鬆 但我覺得在9號點到7號的時候 我沒有覺得7號輕鬆 我覺得7號有一點 有一點 不知道有一點感覺在 所以 我可能沒有 我不知道 對 我不知道怎麼講那個感覺 感覺有一個騷動在 所以我可能 想要聽聽看7還有5 因為5號你被蠻多人點的 然後你的反應也是很 就是到底要再點 就是那個反應有點太 不輕鬆了 感覺好像 想要為自己爭取一些什麼 然後再加上10號 有講到你前面一開始有 在名牌的時候 你有叫這個6轉過來 我跟10一樣 我覺得這個動作好像有一點嫌疑 就好像裝輕鬆 想要看別人名牌的感覺 但有一點在顧弄懸虛的感覺 所以我反而比較想要聽 後面的話 5 6 7 8 我反而比較想要聽5跟7 就是9號有點到的牌 這一集我非常輕鬆 因為我是好人 然後名牌的時候 我只是這樣 就這樣看大家 然後看看6號 因為他就是一直往那邊看我 我是完全沒有看到他的臉 所以我只是想教教他 然後看一下他給我的反饋而已 所以呢 我不知道你們用這點來踩我 就是 呃 可能是想要找一個扛推嗎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真的被蠻多人點到的 可是我非常知道 我是一個好人牌 所以剛剛有點到我的就是 可是9號是說 感覺我很害羞 你也不是說很仲裁 所以 9號 我會覺得像好人 然後 10號是因為日常踩我 然後他把我放在容錯 所以其實90我目前沒有 欸 欸 所以90我目前其實 我不會因為他們就是 覺得我 抿到我覺得我不好 然後就去仲裁他們 然後我要分享一個 我觀察到的是 剛剛6跟7 就是中間有一直在這樣子互看 就是這樣 可是我發現 就是他們一直互看 我是說剛剛天亮之後 可是其實 所以我可以憑這點去覺得6、7是不共鞭的 要嘛都是好人 要嘛就是不共鞭 可是我會覺得7號會 給我感覺比較不好 是因為他之前有一次當狼的時候 也是這樣一直 這樣子跟我對看 一直放便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還 我還以為他這樣說 真的 我以為他這樣跟我對看 就代表他是好人 就沒有 他是有到最後的一隻狼 所以7號這個舉動 會讓我想要丟他的水包 所以我會覺得6、7不共鞭的話 那6 6而7不好 所以我會覺得狼坑有可能是7、8 然後前面可能 1、4會出一個 因為4號其實也是 有點小跟著前面 我沒辦法就沒坑了 不是 6號我就認好了 那可能7、8會走這種平拔 對 那個 羽農 狂放電 狂看我 妳在聽說嗎 快點了 愛琴開始萌芽了 太突然了 腳比這個臉 一直看 她嘴唇是有那種一直在動的感覺 我都要發生什麼事 所以可能 有掛像 我90很好耶 我覺得1、2比較問號喔 1、2還是蠻問號的 沒有預言加跳 然後我覺得我現在有點被重彩 所以我先跳身份 我是平民 我沒有任何選擇 然後我剛剛名牌的時候覺得 4跟6比較尷尬一點 那剛剛發言後我也覺得不太好 因為4其實是有點跟風前面的 然後3講說 91了都好的時候 4就說我覺得 我跟2、3的想法也很像耶什麼的 然後去盤說3會不會是一個倒狗 我覺得3不像 所以3、4的話 那我覺得4 你為什麼不覺得自己是個倒狗 不是一樣的嘛 9 就自己是倒狗 就是 對 因為妳其實就是跟風前面的嘛 對 然後 然後因為我覺得5項好 因為我覺得1發言是蠻怪的 因為剛剛10跟1都說 相信9的直覺 那我覺得9在那個 就是守之位發言還算蠻淡定的 所以她點這個水包 因為10剛剛也是9點了7跟5跟10嘛 那你說你覺得9的直覺很準 所以5跟7有可能是狼 就踩了我們兩個 那你也錄了9的直覺留你的狼坑啊 對吧 所以我覺得9、10 10比較不好 我覺得9 9那個守之位發言還算蠻穩定的 然後1就是直接跟了10說 對 我也相信9號的直覺 然後沒有別的 所以1下入我可能 然後4、6是我剛剛看掛相符號 其他我覺得 發言跟狀態都蠻好的 那4可能是那道工 然後6 因為你們知道 我覺得 因為你們 我要解釋一下 我真的沒有跟6號放電 我剛剛會一直一直看6是因為 不用解釋 妳剛剛在放電 沒有放電 我是真的是因為 它在我旁邊一直在蠕動 然後就有一種就是 想要掩飾的感覺 所以我就一直在看它的狀態 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我才一直在看6 但我真的沒有在對6號放電 所以我目前狼根是1、4、6 然後我覺得5項好 但因為你5踩我 你又在狠墨罪 我很怕 如果預言家沒跳沒有查賽怎麼樣 我會被送出去 那我只好拍身份啊對不對 對喔 我平民 平民拍喔 好 過了 我是預言家 我是預言家 4號我救你了 他是我的精髓 4號精髓 真精髓 然後其實看大家我是真的看不出來 但是我也是以我對6號的了解 我覺得他這一場是狼 我們直接把他票走 如果他沒有帶技能的話 他應該就是20 不然就是小狼 我們直接不要聊 因為他太緊張了 他真的太緊張了 因為我的狼坑是 1、6、4 然後我晚上的時候會驗10 然後如果我死了 他就是20 我可能先跳6啦 不好意思 請大家一起投票票 3、2、1 請投票票 我就知道了 欸 1、1號 豪菜才是真實 豪菜區 好沒有驗喔 7、2、1 有 9、0 我是好人啦 我是平民 我真的覺得5號很奇怪 因為我跟7號感覺一樣 5號他一直 他一直講 前面的人講過的話啦 對 這個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5號 這是王 天黑起陷 天亮晴晴真 昨晚 九号 被杀死 十九九十五难去 一 我不知道是不是狼走 我刚刚投一是我觉得 因为时间蛮短的 我一直在犹豫要投一 我投这个五或这个七 这是我的狼 那我就一瞬间就先投了这个一 因为我对比下来的话 它一的发现确实怪了 就是它对于我的点评 跟对五的点评 就是跟九的点评 它都没有踩我们任何人 可是就是我认为是比较怪的 所以那个时候一瞬间 就这样子投了 那现在我觉得比较严重 入狼坑的是七吧 因为七跟五可能必须 必须好好聊一下 因为四是精髓 那五七都踩了这个四 所以七我刚才听他说 他盘四六双狼 好奇怪哦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四六会说两狼吗 所以至少他七是盘错一个人 因为四是精髓 那09能不能够放啊 其实我也觉得不能完全放的原因 是因为 因为我现在建立我的逻辑 我不知道一是不是狼 因为他一言有点诚恳 老实说有一点点 那因为三他刚刚有说九十有可能出狼 三的发言虽然他全没保 可是他后来说九十有可能 所以我是会把三放在里面的 那二没有人聊到这个二 所以我觉得二应该是个好人 四精髓八预言 那如果场上还有剩三狼的话 就是三五六七这四个人 我觉得六七的对立面很大 六狂踩这个七七狂踩这个六 所以六七高几率是有狼的 那我或许预言家你们 预言家把轮车拉到六七怎么样 我认为 因为六七的攻击力太大了 二号发言 我觉得十的发言蛮好的 但是还是要听一下八的查验 但是如果 因为刚刚八有说在录夜之前 他要验十 如果八没死的话 十就不可能是那个二零 所以我觉得听一下八查验吧 也有可能他就是是小狼 不是二零骑士 所以 但是我觉得他的发言蛮好 再加上第一轮 我觉得他保九的 那个原因我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六七的话 会不会八真的很了解六 然后六真的是那只狼 所以我着重听一下六吧 因为我觉得刚刚七 他拍屏幕的时候很真诚 再加上十彩七的时候 七还嘟嘴 就是他很委七 我就觉得七好像偏好 那我觉得现在是着重听五六吧 那四金水三 我从第一轮名牌的时候 我觉得三不太好 但他刚发言的时候 他保九十一二的 那个言论 会让我在输入库里面 觉得他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很挤欸 我觉得着重听五六 我觉得七 我跟十这点不一样 虽然我保十就觉得他是好的 但我觉得七篇好 过 我觉得二还蛮好的 然后 十如果照八号刚刚的 愿家的言论人来讲的话 那十正 照理来讲 十应该会是他的查验 所以就等他保 但十的表选还行 那就先不管 先不定死这张牌的身份 那我就 我觉得七是 七应该就真的是名了 那他们去刀这张九的话 很像我会刀的啦 对但 但真的不是我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 四五 四是金水嘛 那我觉得 我觉得六是那一只狼的话 那 我觉得狼还在二五 二五里面 二五是最后一只 对 因为 一是定狼啊 然后 然后六 我觉得六这把 虽然还是 胡言乱语什么的 但是 好像有点像狼啊 那我为什么会票 因为我觉得刚刚 那个情况的话 我觉得六 可能做成那张狼王牌 或是 别的身份牌 我觉得 比较不要去票他的感觉 因为他 他是一张 我觉得他是狼王牌的 可是如果他开枪 就会很麻烦 还是第二个话要留给女巫去赌啊 诶 骑士判定一下不过 因为 预言家没倒牌 然后死的这个九号 会让我觉得 是吗 一是狼出去的啊 该不会一真的是 名出去的 所以他们要 往名去刀 因为 已知 预言家早上说要查十 十如果不是他们狼同伴 他们可以放心的往名去刀 所以也不用带走预言家 那这样的话 他们再去刀一个名 可是刚刚 明明 第一人有跳名的 就是七号狼 为什么不往七号这个名去刀 这是我现在很混乱的 一直 这些东西一直导向我 到底一是不是狼出去了 这件事情 然后因为刚刚三号说 如果 他觉得一是狼出去 然后他把五也摆进狼 可是五刚投一耶 五你有票一耶 如果一是狼出去了 你干嘛 把你的 狼同伴 他有可能是二零 其实有可能是小狼 还投出去吗 所以 我就会一直打过来 那我现在好像比较想相信一是鸣走的耶 如果一是鸣走的 那我就 如果一是鸣走的 那七就会是狼 因为如果一是鸣走的七 他一定是第二轮要死的人 因为狼一定是往鸣刀 如果一是鸣走的那七可能就 一是狼走的五可能就喜情嫌疑嘛 因为你有投一 对 那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把你的狼队投出去啊 他也不是狼王啊 什么啊 好难喔 翻 所以大家这样 我再想一下 我真的 我真的 我可能要先去再想清楚一到底是不是狼走的 我才决定我这边要投谁 对 但我没有把三放喔 我没有把三放喔 我觉得三还是高级率有他的嫌疑在 因为他刚刚 他跟我盘的等于是有点不一样的东西 他比较执着一是狼走的这件事情 所以他也有可能是在倒风向的嫌疑 所以三我这边也先放置 对 没事 我还在想一想 就是 你看哦 如果一号是鸣的话 那第二轮一定会到七号啊 可是他没有 所以我觉得一号反而像狼走的 因为一号如果是鸣走的 那为什么不倒七勒 为什么要倒这个九 他不是代表九号刚刚有讲中了什么吗 他踩十七 他就说我害羞 害羞不是中踩 所以他的直觉这个七号啊 还是得放进坑 我觉得七号还是得放进坑 因为一号 我觉得一号像狼啊 然后六号又发一个很生气的脸 他等一下又要举起来了 他刚刚就在旁边 他在上海的时候 他要先预告啊 他刚刚不是你 你反应太生气了 刚刚那个三号在点你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那边 很生气这样 然后我想说 我真的不注意到他都很难 所以六号 可是我觉得主要还是要听八号 但是八号刚刷验十 看起来反应感觉十是精髓 而且他也没有被反伤 所以 我现在先 假设十号是精髓的话 那坑很有可能是 三七喔 可是三号也投一耶 如果一是狼走了 真的好难喔 我是真的觉得很难 可是等八号查验吧 那假设十号是精髓 那我觉得我会投七 因为轮次一定是六跟七里 裡面去投 我还是觉得七有点像 过 生气了 看到没有 反正你不要亂搞啊 真的 太离谱 他好像这样玩了 但是我就 我跟你拍过抖音 我了解你 我又投你 不可能会这样子玩太快了 太离谱了 我跟你講十跟十 十是好的 我的一感到坏人出去 二是好的 你看三超怪 我写下来 三开头说二号好 结果 三 抓到bug三 你开头就说 我觉得二号是好的 我狼坑在二五 他在很结尾的时候 中间琵琶讲了很多那种 很厉害的言论 对 所以 三有点问号啊 七啊 七真的是 他给我感觉很 很不轻松 他很僵的感觉 很硬 整个人很硬 的那个状态 对 他肢体是很硬的 对 我觉得三七吧 我目前是这样觉得 我的问号啊 三不像狼啊 因为如果三是狼的话 他其实刚把我打入狼 可能就好 但三是第一个点出来说 我是那样平民派 因为我刚才在想说 一说他是平民出去的 那这样子的话狼 假如一是平民的话 我刚才想说那我应该要死了 因为狼一定是先刀鸣嘛 所以一大几率是狼出去的啊 不然为什么不刀我 去刀这个九呢 除非他们想要我在白天出去 因为我可能是一个最会被 在白天送出去的那个鸣牌 那九号是什么牌不知道 因为假设一是狼出去的 那狼不知道去刀神还是刀鸣 所以 我还是觉得一像狼 但是最糟的情况是 假如一九都像个鸣 然后现在狼又要把我这张鸣牌 推出去的话 那就输了 因为我确实是那样平民派 然后 4号先跟你说声抱歉 因为刚刚我会踩你 是因为我觉得你太跟风前面 但是你现在是像金水牌嘛 那我狼坑会落在 1 6 10吧 因为我觉得6跟10 很想要把我 票出去 然后10刚刚有一句话说 他起身先说 我不知道1是不是狼走的 然后他觉得我盘错了4号 因为我刚才4 6挂相中嘛 他觉得我盘错4 因为4是一张金水牌 所以他就把我打成定狼 可是盘错不一定是定狼 然后5虽然也蛮重彩 我也想要票出去 但我觉得5 像张好人牌 因为我刚刚觉得很奇怪的票型 是因为2 3 5 10都投了1 那如果1是狼的话 5跟10为什么要投1呢 1又不是狼王 1是20的话 也没有必要狼把20 在白天送出去嘛 所以我就不太确定5跟10 然后1投了6 那6又是我一开始 又觉得很奇怪的牌 所以 所以 这样也很奇怪是因为 如果1是张狼牌 那6又要投了6 所以6是狼王 就那个票型有点奇怪 对反正我觉得 就是等于人家查一眼 看他是查了6还是查了10 我好晕喔 我刚晚上查10欸 10是金水 怎么办我踩的人都是好人 我好慌喔 蛤 6号刚看起来很好欸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欸 我不想再乱点狼坑 因为我怕我又点到 点错欸 可是7刚发炎是才 才1 60 我觉得偏不好欸 我觉得大家自由心振好不好 因为我真的查到 好人就40 然后 刚刚其实我觉得 2号跟6号发炎都蛮好的 所以我 我是偏怀疑3跟7 可是我没有 太多的依据 因为我还是很晕 然后因为我一直不敢查 因为我真的很怕被反伤 我怕被反伤 好 自己投 你归 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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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我不是 好温 好好秀 好温喔 3 2 1 7 好温 我的天啊 Oh my God 好紧张 7号 淘汰 7号 好温 由7型叔叔 7号 7号 好温 她是哪啦 3是3姐 3 6 2 一盒 三盒都帅 Oh my God 我自己偷懶 她也在弄 我自己偷懶 她是哪只 很难 你偷懶 是不是 我居然也在那裡 你偷懶 沒有 你偷懶 你偷懶 我封� mankind 每天我沒有查賽怎麼樣 我會被送出去 那我只好拍身分啊對不對 對啊 我平民 平民拍喔 他稍微怎麼辦 沒有 我也沒 就是一號推出 因為他就說我是稟 然後其他也說他是稟啊 我沒有稟啊 也不稟啊 好 那好好想一下 這一群的MVP喔 不要補票 不要跟票喔 指定了就定了好不好 想一下 我們團隊都 想一下 好了 三 二 一 我死三個 好難死喔 十三個 來 孫生舉手 好 來 給你一個 四票 四票 才子舉手 三票 林九舉手 來吧 沒事 沒事 因為他很好啊 我們都很厲害 太平均了 對 最後那個柏蓉跟謝忻 來宣傳一下 我和謝忻一起共演了一部電影 叫做怪胎 這個電影在八月七號 會在全台灣上映 對 然後我們這一部是 一出非常特別的電影 它是用iPhone全程拍攝的 喔 原來 這是iPhone 好厲害喔 但是你完全不會感覺那個是iPhone 對 這畫質比較好的iPhone 這黃天仁導演 10X 廖民藝導演 對 廖民藝導演 10S 然後這個電影在講 兩個有強迫症的怪胎的愛情故事 所以大家除了在我們兩個人 角色身上會感受到這個強迫症之外 在電影的畫面當中 導演設計了很多 只有iPhone才能很快速 方便才拍得出來的鏡頭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去感受這個 兩個怪胎很可愛的愛情故事 厲害 厲害 好的 到時候8月10號一定要到 《心願之時怪胎》 謝謝大家更多的三位討論 請記得訂閱 雲娜版版的官方YouTube 阿布朗沙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大家好 掰掰 怎麼這樣玩啊 你之前也很準 誰組合 新郎對組合 欸 那你還沒裝生氣 哇 我要被罵到 因為 哇 我在樓這邊啊 我得要盡力了 怎麼辦啊 我不是說話該怎麼標稅 其實是真的因為沒坑 也不知道要猜誰 不知道怎麼標稅 還沒驗到金色 哇 你們 蛤 怎麼辦 騎士是誰啊 蛤 怎麼辦 我剛剛那樣子 我不知道要驗誰 哇 我真的驗我啊 我真的還想要驗誰 我們是電競團隊 欸 我會打電競的 人殺電競 我看不出來 我查驗的人又都好的 我要怎麼懷疑 他剛剛表現很好耶 蠻奮力一搏的 對啊 可是我 妳是老師耶 謝謝老師 不相信我直覺啊 謝謝老師 我剛剛的直覺 也沒有不相信啊 我說我啦 我說我自己 不敢冒那個險啊 所以狼就是要 我在白天出局嘛 因為刀兩個名 對不對 對啊 因為零九名出來 我只有沒有看過零九而已 對啊 我狂眼明明耶 零九才是在道高 對 我才是道高 我只有沒看出來的 2 3 我其實是3 我猜是狼的 那誰是20 他是20 我可能 就是要把他投走 把他沒有人相信我 我第一樓就保了兩個狼耶 第二個狼 不知道是第二樓會刀酒 等一下我是不是說第一個 看到沒有 改驗 那我是說第一個白天要投他 Naruto 對 我的話語沒有 紀古星那麼 話語權沒有那麼大 話語霸權 我話語霸權沒那麼大 我說要投6 大家都不理我 有沒有支持你 有支持我 可能 那如果你最後歸6 你們狼會跟著投6嗎 不會喔 還是會投7 就是如果最後投6 我覺得剛剛可能會3 7 對 我覺得會3 7 而且你保3 所以就覺得你生分他低 3 7投也沒有意義啊 因為我是狼王 對 他可能有帶的 所以其實還是會4 還是輸定囉 輸定的話會比較後面盤到 好會抿人喔 太會抿了 漂亮啦 因為你話語權太重了 然後你中牌的時候 我就不敢不掉 沒有 我沒有 沒有這樣轉 你會不會再貼血嗎 是不是很少三郎 三郎都在啊 金字太強了 第一次三郎都在 沒有第一次 哪有 我們最新的 而且我們不行了 我是覺得你們圖名圖得太準了 對啊 怎麼還這麼強 我們要聽他呢 他抿得怎麼辦 這支影片已經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麻煩在下方幫我們按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 記得在下面按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記追蹤我們的 Facebook還有IH囉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